一波里利比亚首都媒体6月15月消息称,该国石油新越地带遭遇袭击,控制着第一地区的国民军下属雷电特种部队与民兵组织搬加西方卫旅,和前石油设施卫队, 发生了激烈的交火,石油新越地带是利比亚首都东部最重要的产油区,附近30公里左右的两处大型港口受到战火波及,近日停止了对外运输石油,上个月利比亚各邦在欧洲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国际媒体声称,该国准备进行一场全国大选,但目前来看,停火协议只是部分武装互相之间达成, 还有一部分武装并没有同意,目前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是由民族团结政府控制,是部分西方国家承认的合法政权, 东部的国民军和国民领导大会是主要力量,南部有两包在伊斯兰国武装交替控制,伊斯兰国的危害仍然很大,而且由于军阀混战,导致伊斯兰国势力得到了极大恢复,对利比亚人的危害却不见得是最大的, 不过目前来看,对利比亚危害影响最大的还是内战,民族团结政府和国民军虽然达成了停火,但他们在各自虚域内,还不能实现完全的控制, 此次国民军被搬加西防卫旅,和前石油设施卫队进攻之前,控制首都的民族团结政府,在5月份连续多次被武装万字攻入首都,连选举委员会都被炸毁,议员被扫射, 利比亚石油质量高,石油的开采单土地,很多人带领几个亲戚和一把枪就可以占领一个油田,成为一帮军阀,然后靠油田带来的财富扩张武装, 这种环境下,利比亚国内大军阀也有十几个,小军阀更是难以统计,原本准备回国参加大选的卡扎贝斯紫赛伊夫回国后,发现大选根本无法如预料中那样进行, 于是选择了在首都迪利波里附近也组织了一支武装,未来很有可能打回迪利波里,埃及,奥尔吉利亚, 突尼斯等国,已经不堪其扰,却无可奈何,只能向国际社会求助,由于协商的大选日期即将到来, 一些被排除在外的武装力量,如只有摄氏委队等,开始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一些国家纷纷开始削减, 从雪莉亚进口石油的配额,选择别合适